对美国和新春幻想吗? 莫斯科的最新评估 给中俄合作添上了一层阴影 就在这个月的1号那天 俄罗斯总统新委秘书佩斯科夫 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透露了莫斯科方面 对俄美关系的最新评估 仅仅一句话就暴露了俄罗斯的真实想法 他说在拜登总统任期的中期 俄美关系恶化的进程打到了顶峰 目前双边关系可能处于历史低点 没有回暖的迹象 今从外交措辞角度来看 佩斯科夫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但放在总体局势和当前形势来看 普京政府对俄美关系的评估落后了一大步 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政治、军事、经济阉割 早在苏联解体后就开始了 从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全盘西化 到俄罗斯军队的裁军 再到俄罗斯成为西方的连架充电宝 几乎到处都能看到西方对俄罗斯的打压和剥削 用网络流行语 这就是迟裸裸的体为 一直到2022年的2月 最新一轮的俄欧冲突爆发以后 俄罗斯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西方的定位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下 在2022年前后 俄美关系就已经达到了历史冰点 莫斯科的评估比现实落后了至少两年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这两年里 俄政府对美国仍然存有幻想 这点其实也并不值得意外 毕竟融入西方是历代斯拉夫人的素颜 甚至现在力推俄罗斯向东走的战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曾推动俄罗斯加入机器联盟 俄罗斯也一度成为欧洲的最大管道天然气供应国 自苏联解体以后的二十几年间 俄罗斯上场下下花费了大量精力 才让俄罗斯又融入欧洲社会的机会 现在说放弃心有不甘也是正常 说到底俄罗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在面对美国切香肠战略时 没有底线思维 而一味的去讨好西方 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尊重 在一退再退之中 俄罗斯最终丧失了维护底线的能力 最终导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 俄罗斯对美国的幻想会对中俄合作产生影响吗 我想影响是肯定有的 但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向东走的给美趋势 中国合作在国际上推行地区合作 本质上是在支持全球化 而谈到全球化自然避不开美国和欧洲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欧洲仍然是最靠近俄罗斯的市场 如果俄美关系缓和 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必然会再度恢复 这是中俄合作的一大变数 但同样终于意识到西方不可靠的俄罗斯 不可能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中国是俄罗斯唯一的选择 中俄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 几点之后欧美恢复了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 也无法改变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合作伙伴 这个可玩事实 其实到目前为止 中国俄罗斯伊朗仍然还有人对美国心存幻想 在西方大兴政治正确 高速贸易壁垒的同时 仍然有人鼓吹落后于虚伪的西式民主 仍然有人信奉着 充斥着执迷思想的有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 只能说你永远也叫不清一个装睡的人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